香港就是被那群搞屎困社會工作者頂垮, 那群須友好人喜歡用弱勢社群,這很辛苦! 想壓納稅人錢,就跟政府說應該要照顧弱勢社群, 其實即是與天主為敵, 事關每件事都是天主安排好。 就說阿爺來計,現在已87年! 如果天主要拿阿爺的老命, 可以要阿爺的心、肝、脾氣、肺、臣、 事但一樣不聽費, 任你的醫生怎能夠救不了? 所以中學生物科都有句天理說, 這個世界是物敬天窄, 適者生存! 即是說不適合這個環境的人, 就應該做的瓜老陳, 別妨礙住地球磚!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, 因為共產黨搞搞震, 香港無緣無故多了一群難民, 僅是搞到住屋、工作納亂, 收尾大陸自己都關門, 不再防黃蟲下來, 被英國鬼搞活經濟, 所以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尾, 香港人生活漸漸變好。 阿爺就學蜜蜂, 不理找到少, 還是找到多多錢? 阿爺就學蜂蜂蜂, 永無說花蜂蜂蜂, 每個月都儲少, 價錢好就買房子、買股票, 阿爺就供書教學, 所以現在年紀大母老闆要, 都還可以吃回以前的老闆, 阿爺就有他們家機找世界, 不夠花蜂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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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�蜂� 白油雞老美! 小孩子就任他不夠讀書, 逼同大陸孝婆每晚吊臭沙屁。 現在老來無依仲身病痛, 就應該早的餓死街頭, 留回的空間給有用的人啦! 偏偏無天莊無地, 再等壞政府就幫忙打劫我們的蜂蜜, 來救濟那群死無倫用的爛蝴蝶!